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金价昨天日内先是下探到了1067美元之后反弹翻红 由于油价的下跌给整个金融市场包括股市以及货币市场在内都是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 那么欧美股市昨天下挫,而且非美货币则是走势两极分化,使得美元指数日内的波动非常频繁 那么对于金市而言,目前总体上来说,美国预期中的紧缩政策仍然是金价潜在的沉重压力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金价的阶段性反弹并不足以来扭转它整体的颓势 但是也比较难以看到再下一个台阶的契机,因此我们预计金价短期是不得不处于一个上下了难的格局 目前美黄金主力合约时报在1076.6美元每盎司 但是我说是至维修的契机